这个也是TEST函数的延伸练习题 那请各位呢把那个刚刚的这个TEST的练习 I-Lan这个地方先delete掉 如果说呢我今天希望得到一个结果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统计一下 这边有编号Ctrl向下 Ctrl键按住在向下 它会移到这个范围的最下方 那总共的编号到10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Ctrl向上 总共有100个会员 OK那100个会员里面的话 我如果想要统计 到底这个会员资料里面 哪一个年次 几年次的人是最多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显示出来的话 它是那个用民国年来表示 刚好是民国70年9月17 66年次 75年次 但是呢你点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呢 它这边看到背后的实际上资料 却是西元年 没错 那请各位要特别记得 就是说在Excel里面呢 它日期实际上会是用西元年来记录 那如果说你这边显示出来是民国年的话 实际上是背后呢 它是利用格式的方式 让它显示出民国年的这个讯息 OK 那假如说啦 我们今天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 到底会员里面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用统计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可以插入枢纽分析表 其实马上就可以有个答案了 可是呢 如果说你假设要统计这样的结果 你必须要有一个栏位 那个栏位就是几年次 也就是说你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有生日可不可以 跟各位讲不行 因为生日里面包含年月日三个讯息 那我需要的其实是年 而且是要民国年 必须把民国年搬到这边来 所以呢 如果假设将来你会需要用枢纽分析表统计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产生 你要统计的那个栏位 什么栏位 年次嘛 所以你可以在爱栏的地方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年次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输入一个年次好了 几年次 那这个年次的话呢 其实是那个这个这个民国年的年次 然后呢 把格式套用过来 所以常用里面用那个这个刷子 复制格式 刷过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取得前两个字 那你想说是前两个字很简单嘛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用那个什么文字类里面不是有laps吗 laps就是前两个字 左边算过来的 两个字 可以按确定 那如果你假设把生日这个前两个字70 看到是70嘛 然后带过来应该就是70 可是你如果几个字两个字 有没有这个资料带过来两个字 那理论上应该是70 可是你按确定的话 他结果变成29 诶 奇怪了 明明看到的应该是70怎么变29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因为经过格式化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的实际上不是他实际上的资料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不对啊 如果实际上资料 那这边看到应该是1981 为什么他是29 那其实这个 Excel里面的日期其实比较麻烦一点点 因为他 如果是日期 他为了让你比较能够了解说到底是哪一天 所以他实际上是把它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年月日 但是他实际上里面是放什么资料 你把它按右键储存格式 那各位可以再点选通用格式 你会发现哦 通用格式实际上就是原来储存格里面原始资料 其实有点像RAWDATA 按确定 其实里面是放什么 29846 你想说29846是什么了 那符合这个29 那这个29846实际上 如果将来我们再讲到日期也会再会提到 其实这个日期 他在Excel里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跟1900年的 1900年的1月1号 很有关系 1900年1月1号实际上 在Excel里面 把它视为是 所有日期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呢 你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式 再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那你会发现里面哦 按确定之后它变成1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第一天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是刚刚的日期 跟1900年1月1号相比较之下 已经经过了29846天 所以他得到就是刚刚这个日期 也把它砍受自己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直接去切割它的话 会变成说切割到的是 就是跟1900年1月要相差几天的数字的前两个字 那这个地方就麻烦了 那我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目前看到的 这个资料 真实的切割到这边来 那这里的话 实际上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刚刚用的那个test函数 那首先的话 其实如果你将来要切割 却切割不到你要的资料的话 第一个的话 你就干脆什么 直接把它转换成 你看到的样子 怎么样直接把你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跟实际上里面资料不一样嘛 所以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真的转换成70斜线 9斜线17的这个文字 把它放到这里来好了 那怎么放 第一步的话其实很简单 游标放在I4的储存格 插入函数的地方 然后呢找到一样是test 不过呢在用test之前 这边有一个小技巧 因为test呢 它需要一个叫format test的东西 所以请你第一步 一请你在生日的这个上方按右键 出称的格式 那我会需要一个叫format test的东西 那format test放哪里呢 请你点选自定 把自定上面的这个上面的公式 选起来之后复制 那至于里面这个规则到底里面是什么 你先不用管 没问题把它复制 那复制之后呢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规则贴到test里面的format test里面 就可以了 它就会真正的变成你现在看到的结果 就把它复制哦 那再来如果说你要把它真正变成70斜线17的话 那一样哦 插入那个test函数 ok这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value就选它 帮我把这个资料 有没有 把它转换成70的这个规则 所以你把刚刚的这个制定里面的那个公式贴到 记得哦 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贴上之前呢 因为它一定要是test 所以前后加了双引号之后贴上来 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哦 它就会真正的帮你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日期 经过这个公式 转换成它真正的那个文字 就是有没有 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这些 那也就是说啦 我现在如果再配合什么 再配合laps的话 所以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在前面再加一个laps l1ft前刮弧 然后后面的话加上d0.2 d0.2就取前面两个字的话 然后后刮弧 那你会发现哦 打勾之后呢 那就得到70了 那70之后的话你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哦 底下就会自动帮你把所有的粘刺正确的抓过来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可能要特别注意 所以哦 以后假如说你们遇到什么呢 奇怪我看到的资料 为什么我去切割 老是切割不到我要的资料 切割回来都是怪怪的东西 哦 这个时候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哦 就像我刚刚讲那一招哦 所以哦 那个动作可以标准化 一 游标放在这边按右键出生格式 把它先切到自定 把这个公式先复制就对了 那里面是什么不管 二的话呢在这边插入什么 插入Test 我用最近使用过 Test函数 直接贴到它的Format就可以了 FormatTest记得前后加双以后 然后再把资料呢 给倒给它 它就真的变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去做切割 切割的话就用Labs 斗点二 好 这样的话就是年次 但是事情还没完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呢 可能要敏锐路高一点 它这个资料 目前是靠左对齐 所以这个资料的话 基本上是文字哦 诶 可是待会呢 我要插入枢纽分析表 去做统计的时候 如果七十它是文字的话 那将来 我们如果用那个 比如说 我要统计七年级生 六年级生 五年级生 那这个七十六十五十 实际上就是数字 可是如果你今天给它一个文字 那待会如果假设 你需要做一个群组的动作的话 那这个地方会出错 所以呢如果假设 最后我问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文字转换为数字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用什么函数呢 特别注意哦 那我是建议各位回去的话 可以插入函数里面找一下文字类函数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往下拉 拉到底下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 有个叫value的 而且底下有个value to test 这个是新的 这个好像在新版里面才有 那value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哦 在文字类里面 有一个叫做value的函数 它底下就跟你讲说 这个value的函数它的作用是什么 将文字资料转换为数字资料 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给它一个文字 它会自动帮我转换成数字哦 也就是说 那我直接在这个地方 最后的话 可以把这个外面再包个value 不过你会想 其实打个v就可以了 value 然后挂呼一下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看得出来 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哦 其实各位可以只要观察 我刚刚跟各位特别提到的对齐方式 如果呢 你这个资料 它会靠右对齐 那表示说它里面 现在放的资料是一个数字 如果呢 刚刚Ctrl Z 如果呢 如果没有加value的话 它会靠左 那表示它是一个文字资料 所以你可以 靠左或靠右 来辨识说 它到底是文字还是数字哦 所以Ctrl Y 把它加一下value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个年次的栏位了 那有这个年次栏位之后的话 我要再做统计 这个会员里面 到底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那就相对简单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又多讲了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呢 取得那个年次的这个栏位的话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不会用test 那就完蛋了不行 所以这边的话多一个test 那要转换成数字的话 可以用value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刚刚讲到的那个公式 相对比较冗长一些些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就会有一个 我刚刚打完的公式 在云端白板的第四页地方 在这一串 可以试试看